底下个问题是现代社会常见许多怪病 有些情况会严重影响人的正常思维 使身心无法清静 痛苦不堪 请问这是什么因果 应如何化解 这个里头有业障 还有环境 还有饮食 同对关系 为什么现在会多 我相信将来越来越多 原因我们细心想想 现在科技发达 我们用种种这些化学的饲料 为这些家畜 那么这些牛羊 猪肉 甚至鸡鸭 都不正常了 他们都带着有病菌 植物 植物这个农药用的太多了 土壤有毒 无论种的什么东西 种的一些无辜杂粮 仔细去化验 里面也含着有毒素 那么将来水污染了 甚至于空气污染了 这是科学带来的灾难 人 任意破坏大自然 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所以这个奇奇怪怪的病毒 确实是让你身心无法清净 痛哭不堪 想到这段事情 我们想到过去 李炳南老爵士往生的时候 最后留给学生的遗言 告诉我们 这个社会乱了 佛菩萨 神仙降临也救不了 他说我们 佛门弟子唯一的一条生路 就是老师念佛 求生净土 最后交代是这句话了 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现象啊 就是整个地球生态被破坏了 所以我们的困难就多了 改善不是容易死去 要真正大家觉悟 那如何能把海洋水里面的毒素清除 把土壤里面的毒素清除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啊 现在的气候翻长 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也影响农作物的品质 严重的影响 那会带给这个世界 激务的问题啊 啊 现在将金融危机啊 恐怕将来有粮食危机 啊 能源危机 啊 甚至于啊 饮水的危机 这个要大家进去 根电要回头 跟电要回头 是 你的事